二战时 德国动物园系列的绝对主力黑豹 换了一个新外壳 出现在了2022年6月的欧洲防务展上 德国的莱茵金属公司 还给它取了一个新代号 KF-51 表示这是全球首款第四代主战坦克 直接把俄罗斯的脸打肿 2009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规划给自家陆军 加点新装备 也就是T14阿玛塔坦克 俄罗斯同样给T14 冠上了四代坦克的名号 结果这次德国直接把T14 当作空气赤裸裸的嘲讽 这也不能怪德国 俄罗斯虽然一直说 要量产T14装备给自家陆军 结果一点消息都没有 火力军估计最大的问题 就是性能不够完善 俄罗斯怕拉上战场后 被别人发现性能跟三代坦克一样 那就丢脸丢大法了 问题来了 德国号称KF-51黑豹 是第四代坦克 那么它和现在的主流坦克 有什么区别 如果和T14在战场上相遇 结果又是怎样 火力军这期视频 就来聊聊KF-51黑豹 俄乌战争彻底引爆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未来地面战争该怎么打 或者说坦克在陆战时 还有什么作用 俄乌战场上那些废弃的高达 都是在挑拨欧洲各国的神经 为了自身的安全 欧洲各国很多年没有更新的坦克 直接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德国就是最快的那一个 欧洲其他国家还没准备好 德国就把自家的KF-51掏了出来 在最近的撒托里防务展上 狠狠地表现了一波 名字跟二战后期的中型坦克名字一样 黑豹 在德国莱茵金属的计划里 KF-51是打算替代德国陆军中的鲍二系列 顺带推销给其他欧洲国家 毕竟在俄乌冲突的大环境下 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武器装备永远是最抢手的 加上欧洲各国或多或少 都给乌克兰好兄弟送过坦克 自家的库存不够了 能造的就自己造 不能造那就买别人的 比如捷克就正在从德国那接收的15辆鲍2A4 替换自家援助给乌克兰的T72 之后还有可能采购50辆鲍2A7 其他国家也一样 肯定也要采购新坦克 KF-51这不就能上位了 毕竟在性能这方面 KF-51还是要比现在的主流坦克好 比如挑战者3鲍2A7 可能没办法全部碾压 但或多或少都超出了一部分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火力 KF-51的火炮 是现在各国主战坦克里口径最大的 其他国家都是120毫米 127毫米一条道走到黑 但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不走寻常路 抛弃了欧洲之前 一直使用的120毫米的滑糖炮 整出来了一个130毫米 直接火力碾压 像美国的M1A2 S1PV4 挑战者3基本上都是120毫米 炮口的动能跟KF-21差得多了 动能越大 出速越大 射程和威力也就更强 可以击穿2000米外 900到1000毫米厚的均质钢板 以前120毫米两炮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一炮就搞定了 其实口径越来越大 是坦克的发展趋势 在世界各国的主战坦克中 无论是120毫米的 还是125毫米滑糖炮的潜力 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 就像穿甲深度这种硬性指标 如果炸药或者材料不升级 威力已经到头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增大口径 口径越大 威力更强 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除了德国 法国 俄罗斯也是在不断增加滑糖炮的口径 而且比德国玩得更狠 法国一上来就是140毫米 比如NEXT的公司 打算搞一个140毫米的 ASCARLIN滑糖炮 在两公里的距离 击穿1.3米以上的装甲 日本正在研究90式和10式坦克上 安装135毫米炮 俄罗斯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 还搞了一段时间的292工程坦克项目 主炮152毫米 典型的大力出奇迹 俄罗斯的T14 Armata就用上了这个技术 也就是2A83 这个口径的火炮可以穿透厚度超过1000毫米的装甲 威力更大了是没错 但是坦克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比如载弹量下降 火炮和后座力装置增重等等 德国推出的130毫米滑糖炮 就已经导致了装弹量的下降 鲍2的标配是42发导弹 KF-51只有20枚被弹 而且火炮的体积和重量也增加了 没办法再人力填装 KF-51就在炮塔尾部的吊舱 布置了一个自动装弹机 当然火力猛只是KF-51的冰山一角 毕竟号称四代坦克 不玩点花的说不过去 它还可以发射巡飞弹 无人机以及导弹 这一点也是KF-51最大的特点 操控无人机和巡飞弹 让坦克的视野和攻击能力 有了质的提升 KF-51的炮塔后面 设置了两个可以升降的倾斜发射架 可以发射HERO120巡飞弹 这种巡飞弹具有60公里的飞行距离和一小时的游荡巡航时间 还携带了4.5公斤的战斗部 侦察打击能力都具备了 无人机和种类也一样 袭击武装直升机的自杀式无人机也不是步行 导弹的型号暂时还没有消息 火力军估计是兼顾反坦克和防空的炮射导弹 毕竟现代坦克最大的敌人就是武直和单兵反坦克导弹 反坦克导弹打完后士兵估计就暴毙了 但武直不一样 炸完坦克就跑 想追都追不上 看到了KF-51的豪华火力与打击方式 核系坦克炮里的导弹就不行了 就5公里射程够谁用啊 为了保证巡飞弹 无人机和导弹的精准度 KF-51还特意留了一个巡飞弹操纵手的位置 在这方面KF-51还比较传统 还是三人乘组加上巡飞弹操纵手 那就是四个人 两个人在炮塔内 两个人在车体内 当然了 传统不意味着性能垃圾 KF-51的数字网络功能还是不错的 每名车组人员都可以查看传感器 武器 动力组和其他子系统的数据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操作这个子系统 按照德国的发展水平 未来升级个无人炮塔 或者说无人操作的信号 那也不是不可能 其次就是机动性 别看KF-51装备的火力挺猛 但重量却一点没上涨 反而轻了不少 莱茵金属公司公布的数据 KF-51的重量只有59吨 比鲍2A7和M1A2S1PV4的70吨以上 轻了不少 但是它的底盘和动力包跟鲍2一样 都是1500的马力 这差距就出来了 相同的动力 但是KF-51更轻 机动性自然就进一步提升 这点其实和当下主战坦克的发展相反 现在三代主战坦克的重量几乎达到极限 为了提升坦克的防护能力 每欧日都是拼命地增加装甲的厚度 比如M1A2S1PV4 一句话形容它 那就是世界各国主战坦克 打它都打不穿 960毫米抗穿甲加上复合装甲 谁能预期一战 装甲后重量重 也就导致机动性不行 这种皮厚的坦克 更适合在城市进行攻坚战 在纵身穿插作战时的效能不够 可以说 KF-51主打火力和机动 防御性能暂时算不上强 起码要比M1A2S1PV4要弱一点 毕竟机动性火力都更强一点 要是装甲防御还更强 这还让美国的M1A2坦克怎么活 不过比不过M1A2S1PV4没关系 打败豹2就行了 虽说莱茵金属公司 没有明确的表示KF-51能防什么 装甲有多厚之类的数据 但能确定的是 采用了主动反应被动等防护技术 最终成品的防护性能 一定比豹2更好 在主动防御系统上 莱茵金属公司用的是打击盾系统 与DARPA的铁幕一样 没有将拦截弹集中部署在炮塔顶部 而是围绕车体进行布置 系统在探测来袭导弹后 在其命中坦克前的瞬间 就能引爆拦截弹摧毁导弹 而且打击盾的拦截弹 也没有使用传统的向外发射方式 它几乎垂直向下发射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弹片 绝大部分都被地面吸收 对友军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当然KF-51在需要时 也能穿上被动装甲 比如在巷战的时候 穿上一个近十吨的附加装甲 也能抵御各种单兵火力的威胁 这种方式火力军觉得挺方便的 有需要的时候再加后装甲 平常就保证机动性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不过KF-51强归强 但它的设计并没有出现 什么颠覆性的革新 最特殊的就是130毫米的炮管 坦克上可以发射巡飞弹和无人机 增加了坦克的态势感知能力 在巷战的时候 无人机可以飞到楼层中 对敌方的单兵反坦克阵地进行侦查 但是无人机 巡飞弹这种侦查设备 就算是不放在坦克上 一样可以 只能说KF-51增加了坦克的火力和单兵作战能力 像电热化学炮 无人炮塔 虚拟视觉 油电混合动力等等 这种新概念一个都没有出现 状态就跟俄罗斯的T-14阿玛塔差不多 可以称之为3.75代坦克 那么KF-51和T-14二者谁更强一点 单纯从火力来看 如果T-14装备是后期的152毫米2A83滑糖炮 那肯定是T-14比较猛 射程更大 射程更远 威力也更大 问题是 俄罗斯很难用的 俄罗斯的计划是前期先拿125毫米的滑糖炮先用着 等到后期成熟了之后再换装152毫米的滑糖炮 但是什么时候成熟 谁也无法确定 2015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表示T-14要开始量产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再拖个几年也有可能 所以火力军在火力这方面 站KF-51这边 130和125哪个猛一目了然 更别提KF-51还带了熏飞弹和无人机 不过单纯以火力决定坦克的强弱 就显得不是那么专业 坦克还有机动性和装甲 T-14最大的战斗权重为65吨 而KF-51只有59吨 在动力装置这方面 KF-51也是稳战上风 T-14配备的是最新的X型12缸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也是1500马力 但是为了防止过热的问题 功率被限制在1200马力 差距这不就出来了 KF-51装甲的信息有点少 唯一知道的就是使用了打击盾 不过T-14的装甲火力军估计还不错 毕竟使用了无人炮塔 重量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减轻 但是它的战斗权重却达到了65吨 俄罗斯应该就是加大装甲的厚度 所以在防护方面二者半斤八两 在战场上的时候 KF-51和T-14真男人EV-1 KT-51有寻飞弹和无人机在上面侦察 一定是KT-51先发现T-14 等到T-14来到射程内 KF-51就直接开跑 T-14跑不过还打不着 基本上没啥机会翻盘 当然在真实战场上 坦克肯定都是带着好兄弟 在外音的干扰下 KF-51打T-14估计是七三开 各位不要觉得KF-51胜率太高 在性能这方面 KF-51要比T-14更强 没有九一开就已经很给俄罗斯面子了 现在没有达到四代的KF-51都这么强 那么真正的第四代坦克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主战坦克已经经历了三代 第一代主战坦克比二代后的坦克 加强了防护和机动能力 火力 装甲 机动这三个指标 就成了坦克发展的维度 第二代坦克则是配搁微光夜视 三防系统和更好的装甲 三代坦克则是围绕热项仪的 列尖先进火控系统和运动射击能力 三代后期型坦克 增加了主动防护 城市作战套件 但是之后就没影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 坦克的发展速度越来越慢 到现在第四代坦克是传统火炮还是动能炮 是传统布局还是新布局 是传统攻击模式还是新模式 都没有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未来战争的发展去猜想 四代坦克都需要什么功能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未来的坦克是一坦多用 将侦察防空火力极为一体 还是专用就跟现在一样 在战场上横冲直撞 侦察和防空交给专业人士 如果是一体的 未来一个坦克就是现在的整个编队 以后坦克就是单独行动 或者坦克和坦克一起执行任务 侦察战场态势的任务 就交给自己带的无人机 如果发现敌人距离比较远 打击或者骚扰任务交给巡飞弹 防空交给自身携带的导弹 辅助战车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战场 除非是坦克求救救援车才会出动 火力军是觉得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就比如KF-51自身炮弹的数量只有20枚 比BAR-A7的备弹少了一半 也就意味着坦克最重要的火力优势被腰斩 而且防空和侦察并不是没有替代品 另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想要保持坦克的火力 还要有防空和侦察的性能 坦克的体积和重量就会直线上升 空运和过桥估计都没办法实现 属实没什么必要 这也可以看作是专用和多用的意思 虽说坦克现在的克星很多但它依旧是陆战的主力 在性能这方面一定是越强越好 而多用就意味着什么都会一点 但是都不是很精通 如果处于和平时期 这种多功能的坦克研发出来也没啥 火力虽然不足但没有全面战争 小规模的团战 这种坦克的战力反而会更高 但是在大锅博弈的时候 这种多功能的坦克就是送菜 别人5只轰炸机在天上乱飞 一个跑不快防空手段又不多的坦克 基本没有存活空间 从俄乌战争来看 其实新一轮的博弈已经开始了 武器适用优先级最高的一定是战场 火力一定是第一位 所以关于4代坦克 普遍的认知就是主炮的口径 要在140毫米以上 但是坦克炮的口径并不是无限高的 口径越大 炮弹的体积和重量就会增加 坦克的重量也就越大 而且弹药储存量也会更少 所以火力君认为 4代坦克可以是140毫米以上 但最好还是电热化学炮 顾名思义 也就是将电能转化为热能 然后使用推进剂燃烧 产生高温高压气体 推动弹丸高速发射的武器 电热化学炮不像纯电磁炮那么 具备科幻色彩 加速弹丸的能量全部来自电能 而是化学能和电能相结合 大概能减少80%的电能 电热化学炮的出速大 射程远 炮口的动能可以提高20%到55% 出速可以达到3-4公里每秒 甚至更高 在效果上 跟用大口径的炮管是一样的 虽然电热化学炮 现在还有一些的问题 但比电磁炮的难度要小得多 研发出来并不是没有机会 火炮能力提升 坦克的装甲也要更厚 二者就属于一种面多加了水 水多了加面的情况 如果4代坦克的装甲一般 那么在战场的待遇 就跟现在3代坦克一样了 一直被开罐 所以4代坦克的基础装甲 起码也要1000毫米以上 加上附带装甲 硬扛几下火炮的伤害轻轻松松 当然机动性在4代坦克中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火炮口径增大 装甲厚度增加 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重量 在机动性方面 火力均不要求新版隐身 只要速度不降低或者增加一点就行 3代坦克的最大速度 基本上达到了75公里每小时 4代坦克80公里不过分吧 这里就可以试试油电混合动力技术 比如德国的创世纪无人战车 蓝印金属公司也可以改进改进 拿来给KF51用 同时4代坦克还更倾向于 无人炮塔和两人车组 无人炮塔在设计本质上 其实可以增加坦克的防护能力 并且减少重量 而且本身的扩展能力更高 发射巡飞弹 无人机只能说是机操 就比如T14的无人炮塔 可以降低整个坦克的高度 而且更好布局 减少坦克的装甲防护空间 要知道坦克增加一立方米的装甲防护空间 就会使坦克的质量增加3到5吨 像什么虚拟视觉 这些都不能决定坦克的基本性能 4代坦克只能说尽量装 毕竟现代化程度越高越好 或许到5代坦克就是无人了 火力 防护 装甲跟现在一模一样 唯一有区别的就是5代坦克是无人驾驶 各位觉得 KF51能被称为4代坦克吗 4代坦克又会给现代战场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